忠哥你好像瘦蠻多的 我瘦40公斤 40公斤 那你健不健健康狀態還OK嗎? 我以前有一些慢性疾病 但現在都沒有慢性疾病 簡單的輕食 吃得清淡一點準食運動 其實我沒有很久沒有回到議會 我11月的時候我就回來簽到 然後所有的我們都是按部就辦 只是因為大家記者一直追著我跑 所以沒有下去諮詢 我都還在議會裡面 只是沒有諮詢這樣而已 但我們議題都有準備 議員的職責 那我本身長期從事都在教育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就是我的專長也是在運動教育 所以每個委員會我們都會 就是抽到哪個委員會 就在那個委員會 就是我是準時來開會 那議題的部分 並沒有特別準備哪幾個議題 就是來開會 然後我們議題的部分 我們就針對他們今天的 這個工作報告上面的內容 然後我們來做 像體育局做了幾下很好的工作 這個工作報告 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 這個比喻肯定 因為那時候就是說 檢方還在抗告 對 所以其實我都有到 而且我沒有準備題目 我也在樓上 並不像媒體寫的這樣說 我已經落跑 我沒有落跑了 而且我今天是第一個來 我們本來 我過去的風格就是 我會都是準時開會 然後全部從頭到尾都出席會議的一個議員 這個大家可以查會議的 我們的記錄都知道 對 東哥你好像 身瘦蠻多的 我瘦40公斤 對 40 對 那你天不天健康狀態還OK嗎 我以前有 以前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當然現在也都以前沒有慢性疾病 就是簡單的這個輕食 然後吃的清淡一點 準時運動 就這樣 OK 謝謝 台灣的眼睛 民視